第三个例子 这个比较起前面两个例子 这个可能会计算上可能会比较有一点困难度 这是一个snap block 一个卡榫 它长得像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是对称对称对称面 也就是这左右事实上是对称的 左右对称所以我们只建立一个model 那么一开始这两个是分开的 然后上面有个力量压进去 然后这个力量压进去造成下面这个往外面推 那么完全进去snap in以后 变成像这样子的 这个是对称面 我再把它画一下这个是对称面 我们这个分析的目的是要来评估一下 要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把它snap in进去 把它推进去 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个力量太大 太大的话操作起来可能不是很方便 力气不够的人根本就是卡不上去 那一卡上去的时候 我们要评估 把它拉回来的时候它力量要多大 我们不需要这个力量太小 因为如果这个力量太小的话 一点点的力量就把它拉出来了 它就松动掉了 所以 所以这种 所以我们这个例子相当于在评估 这个设计是不是一个好的设计 我再repeat了一次 在snap in进去的时候 这个力量有多少 我们不希望这个力量太大 拉出来的时候 这拉出来的时候 这个力量需要多少 我们不希望这个力量太小 这一点一点点的力量太小 然后我发现�� 您的通知 els可是